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无疑显示 习近平所希望的绝对忠诚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涉及中共高层换届的中共二十大将于今年秋季进行 有关习近平保连任中共内斗加剧的消息 以透过中共官方信息持续释放 习近平这次讲话还称 中共在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这段表述近似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 因为斗争将是没完没了的情况是越来越危险的 年初习近平曾说可以平视世界东升西降了 颇有点愁愁满志 但一年下来东升西降显然是一个幻觉 习近平在讲话中警告 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 最终人亡正息 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像习近平这样担心人亡正息的呢 绝大多数国家政权下台的下台 上台的上台 轮流交替不存在人亡正息 不存在江山不保的问题 12月27到28号 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这次会的重点是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常委委员 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他说二十大市政治局明年首要政治任务 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换届纪律 随后还用了三个服从 要求政治局委员绝对服从 习近平难道还需要要求政治局几名常委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也就是习近平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吗 会议最后政治局全体委员心领神会 表态一致认为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句话政治局委员们已经重复多少遍了 但是习近平需要他听到他们不断的说 11月18号 习近平主持审议国家安全战略 习近平强调要实现政治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给人的感觉是绝对领导还不够坚持 因此政治安全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政治安全在习市原理就是政权安全 在党国体制下 尤其在习市一统的情形下 政权安全其实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安全 11月8号到11号召开19届六中的重大任务是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 这一决议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赞颂习近平的 而且习近平本人是这一历史决议起草领导小组组长 但有分析指出第三个历史决议回避了几个重大问题 有意不提邓小平主导时期最重大的事件 反对个人崇拜取消终身制 也不提习近平第二届任期开始时 突然发动的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修宪 为什么呢 10月初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接联络马 这被视为是清理政法系统高级官员的一个小高潮 凸显了习近平一贯对刀把子不放心的心态 7月份习近平换了中南海警卫局 习近平没有按照中共党内传统 从熟悉中南海警务的中央警卫局干部中选拔 而是从野战军调来了一位局长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 对自由亚洲表示 在明年二十大前很可能是夏天以前 如果有中共政治局委员或是前任政治局常委 被查都不会令人惊讶 习近平左右防范 不断的要求全党忠诚 这是否意味着他意识到 发动修宪达至自我接班 即使按照中共的枉法 也缺乏合法性 因此要当心惊涛骇浪 要提防人亡正习 要严查党内政治团伙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加拿大奥委会担忧 北京冬奥是否能够如期举行 据自由亚洲报道 加拿大奥委会执行长舒梅克 接受加拿大公共电视CBC新年访谈时表示 新冠疫情严峻 越来越忧虑 北京冬奥能否如期举行 他说自己与大多数国家都有同样的压力 认为相关赛程仍然可以保持 但也必须每天观察和评估 舒梅克强调 一旦运动员的健康无法受到保证 加拿大将毫不犹豫退出北京冬奥 就像2020年3月 加拿大决定不派对参加东京奥运一样 后来冬奥就因疫情顺延续一年才几十英 舒梅克说 他们目前还没与国际奥委会 讨论北京冬奥延期的可能 但多次和其他国际奥会代表对话 认为这个议题迟早会成为讨论焦点 虽然舒梅克对北京冬奥的防疫作为有信心 但担心长途飞行对运动员的风险 舒梅克表示 北京冬季奥运2月4号开幕 最大的挑战是接下来的30天 如何把加拿大运动员 在不被感染的情况下送到北京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目前加拿大奥会没有受到影响 仍计划派出运动员参赛 北京冬奥组委会继续发布筹备进度 并公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参奥会颁奖元素 包括颁奖台颁奖托盘 颁奖托盘放直台 获奖运动员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 颁奖花束和颁奖礼仪服装 其中名为锐雪祥云 红韵山水和唐花飞雪 三套颁奖礼仪服装 受到不少网友的批评 网友对三套颁奖服骂声不绝 网友说实在不知道穿啥 就让赞助商提供羽绒服吧 不丢人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具有年代感的衣服了 我妈妈都不这么穿 为啥每年奥运会中国的审美都这样 平昂冬奥会吧 冬奥还有一个多月 求你们快改一套能看得出来吧 等等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欢迎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宣称已领先美国开发超音速飞弹 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国去年曾传出试射超音速武器 震撼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 最新消息传出 中国声称已领先美国开发新一代 具热追踪能力的超音速飞弹 将可瞄准包括航空母舰和移动车辆 在内的目标 这一项最新发展恐怕加剧 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的军备竞赛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易士和 在上个月发表的论文中声称 中国已经取得了一系列 已经验证有效的核心技术突破 可让超音速飞弹根据热能标记追踪目标 假如属实 这代表中国可能已经克服瓶颈 开发出能够在超音速情况下运作的热追踪系统 美中俄三国都在研发超音速飞弹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万公里 几分钟内就能从太空打击地球上的任何一处 专家也担心超音速飞弹恐怕将成为引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由于飞弹本身的速度会产生热能 进而干扰探测系统 因此相关热追踪技术的开发成为了一大挑战 报道指出 论文中描述红外线归向技术的突破 包括一种红外线视窗表面的冷却装置 以免红外线视窗在高温下破裂 报道称 这项进步将改变常规战争的面貌 中国研究人员声称 虽然美国在飞弹防御系统中也使用热追踪技术 但通常只适用于空气稀薄的高空 现在中国已经找到方法 可以让热追踪飞弹在低空飞行时也可以发挥作用 报道也称 美国国防部要求承包商为超音速飞弹开发红外线感应器 但估计至少需要四年的时间才能够取得成果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美中航班1月将大量熔断 据法广报道 因为感染新冠人数急剧增加 将导致美中直飞航班1月出现大量熔断 目前直飞美中航线的航空公司无一幸免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中国国际航空洛杉矶北京线1月会有连续4周的大熔断 南航东航厦门航空也会有两周的小熔断 且不排除未来进入大熔断阶段 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方面 达美航空因为能应对深度清洁需求 无法正常直飞 联合航空是小熔断 美国航空则还在熔断边缘试探 中国国航过山机飞北京的航班是熔断时间最长的航班 因为航班上共有14人确诊 根据中国的熔断标准5到9人确诊为小熔断 10到29人为大熔断 会在入境后的第四周期暂停运行四周 厦门航空日前有5名旅客确诊会面临连续熔断 东航纽约飞上海浦 东航班会在1月初熔断两周 国航洛杉矶飞深圳也会在1月中旬熔断两周 南方航空12月30号传输有8人确诊 导致南航1月面临小熔断 而美国方面也一样危险 27号上海有7例美国输入确诊病例 有2例来自23号的美国航空 而联合航空25号飞上海的航班确诊6个 美国航空是在熔断边缘 而联合航空要在1月中下旬做好小熔断两周准备 达美航空因为机组人员不足 和上海机场消毒时间的双重压力 每一个航班都要具体分析 1月中国航空的表格几乎一片熔断的红海 报道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美之间的航班本来就少 现在因为确诊人数暴增 1月能正常直飞的航班所剩无几 雪上加霜的是根据对等原则 美国的航班熔断也会引发 其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跟进一起熔断 据中央社报道 由于一刀切的节能指标 中国大陆去年9月多地发生无预警限电 影响生产 之后官方启动电价市场化 从今年元旦开始 江苏山东等化工大省宣布调整电价 用电监峰时期涨幅最高达70% 业界统计自然但起电价调整的地区 包括江苏山东陕西山西云南等省 且多市化工行业重镇 对于精细化工煤化工零化工等细分领域的 数万家化工企业都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报道表示电力紧缺和涨价 都会使得企业运营成本增加 开工率下降 另一方面众多化工大省同步提涨电价 也会牵连多个细分产业链的开工率 市场库存采购销售等等 报道说江苏当局对315000伏安 以及以上的大工业用电实施 夏冬两季尖峰电价 其中夏季上下午各一小时 冬季上午和晚上各两小时 尖峰电价以封断电价为基础 上调20% 山东省工商业电价在基准价 50%到170之间浮动 其中高峰时段上调50% 尖峰时段上调70% 低谷时段下调50% 全部调整应于3月31号前完成 甘肃云南省居民与农业用电高峰 与低谷时段再评价的基础上 上下各浮动50% 江西省则是在高峰时段电价上调了50% 尖峰时段电价在高峰时段电价基础上 再上调20% 山西高峰时段电价上调了60% 为了缓解限电危机 中国国家发改委去年9月29号表示 要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准价 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 让价格合理反映电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2022年底取消补贴电动汽车 据法广报道 中国将在今年年底取消对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补贴 因为该行业的销售情况稳定 具体说这些购买补贴将从今年年初开始减少30% 然后在2022年底完全消失 中国自2009年开始推出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截至目前已经达到了12年 中国政府补贴累计投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增速趋于稳定 补贴金额也逐渐减少 中国销售电动车数量飞速增长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污染国之一 其目标是在2035年中国的汽车市场 主要由电动车这类无污染车辆组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中国电动汽车消费市场涨势强劲 今年电动车将占中国汽车总量的18%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